美食永远流行 玩乐 才过fashion 来当一个A咖的时尚玩家 欢迎收听时尚玩家的单元 今天要带大家到哪里去呢 带大家来贾辉哥吃火锅咯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在这种岁末年中 不知道哪时候会跑去一个冷气团的季节呢 聚餐的首选当然就是火锅啦 浓郁的汤底 精致的肉品 新鲜蔬菜 鲜香的配料 在炉子旁边一边滚一边吃 这就是吃锅的魅力 尤其是几个朋友围在一起 更有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的感觉 这一集的时尚玩家要带大家 从日式汤头喝到麻辣锅 从海鲜吃到和牛 如果你不太喜欢吃火锅 听完这一集一定口水直流 如果你原本就很喜欢吃火锅的话 那更不能错过这一集啦 首先要来到的是台北大安区的喜剧 虽然从店的地址到店的外观都很低调 但是菜盘一上桌可是会吓坏大家的哦 分量给的一点也不手软 老板说这里很注重食材的好坏 所有套餐也都有附开胃前菜 有生食也有炖猪肉可以选 锅物的高汤是用老母鸡炖煮 加上日本小干贝的天然咸度 熬出了清甜的海鲜汤头 而且也有帝王蟹可以提前预约 那么在肉类的部分 澳洲9加F顶级和牛到美国Prime等级都有 猪肉则是有匈牙利绵羊猪 西班牙伊比利猪等等 更特别的是整个吃完之后 服务人员会用剩下的汤底 打上蛋汁葱花松露来搅拌搅拌 把它煮成粥做成一个完美的ending 好我知道很多喜欢吃火锅的人 都是无肉不欢 一定要一大堆肉才过瘾 所以呢接下来要介绍的 就是在台北大安区的 肉大人肉铺火锅 主打的是猪肉界的金城武 西班牙国宝伊比利猪 不但使用最高的等级 还有油香浓郁的五花 和口感细致的梅花可以选择 另外呢还有匈牙利的蒙娜利猪 丹麦的快乐猪 还有来自屏东 吃啤酒酵母长大的东宝黑猪肉 不过呢肉大人有趣的地方 可不止如此哦 店里面还有年轻帅气的试酒师 会帮你推荐喜欢的肉类 或是哪一款酒 搭什么肉最适合等等的服务哦 接下来吃吃重口味的 其实呢很多人喜欢吃麻辣锅 但是很怕重咸或太油的锅 但是呢麻辣一号店 会颠覆你的观念 汤头以辣椒 梅花椒 朝天椒 青花椒等20多种新香料 加上番茄 洋葱 苹果等10多种蔬果来熬制 灵感呢 是来自于香菜当中的剁椒鱼头 辣净足够 但却是清爽中 带着麻 带着香的辣 20多种新香料和猪大骨熬制 不加调味料 喜欢吃辣的朋友们 一定要来尝尝 那么在肉品的部分 有澳洲M9和牛板件 西班牙一比利猪 纽西兰小羔羊 北海道雪场馅 澎湖名虾等等 最后要来介绍很特别的 这个叫焖锅 源自于清朝的名菜香辣之余改良成的黄祭黄三焖锅 制作的过程一滴水也没有 使用天地美味全部焖在一锅的概念 吃起来非常特别 那焖锅呢 抹上专用的底油之后 把洋葱 大蒜 青椒 红椒 胡萝卜 地瓜 芹菜 枸杞 番茄 等十种蔬菜底料 切成小块平铺在锅底 用焖的手法 焖个十到十五分钟 并不是汤汤水水那种火锅哟 主厨推荐的是鸡肉组合 有赤中 赤腿 鸡腿肉以及鸡软骨 推荐搭配原味酱汁来焖煮 必点的还有凉菜 老醋花生 或是台湾独卖的百香山药 蜜汁芋头等等 都很值得一吃 以上就是今天 时尚玩家的私房料理 感谢您的收听 下次见啦